九转生骨丹 杨真玉宝丹之一 这种丹药只要承担 最少也会拥有三道丹纹 而叶晨方才为他的那枚丹药的药力 比之一般的九转生骨丹 似乎更为强大 即便以南宫武的身份 内心都是不禁微微动摇 三道丹纹以上的九转生骨丹 那真的是质宝之中的质宝了 别说是叶晨这样的补天存在 就是对始元进武者而言 这种品阶的丹药 几乎都等于是多了一条命 可方才 这木头就这么轻易地 将这等丹药给了自己 叶晨面色淡然地点了点头道 不错 看到叶晨如此随意的模样 南宫武的心又是狠狠地颤动了一下 他既是感动又有些懊恼 为了叶晨而懊恼 你这个木头 这种丹药对武者而言 相当于一条命 你怎么可以随便给我呢 就算进阶失败 我 我也不会死的 叶晨淡淡道 我用不上 南宫武文言 不说话了 这个家伙又是这种样子 他暗暗地在心中决定道 这木头 这样的性格 一定很容易被别人骗 之后 进入三元天真门之后 我一定要好好看着这家伙 很快 两人继续启程 朝着三元太真门而去 一座无比高耸的青山之上 隐约可见一座 无比辉红的巨大建筑 盘踞在山顶之上 那建筑通体被一层宝光所笼罩 看上去宛若神殿一般 这里就是那三元太真门的所在 此刻 一名无比精纯美貌的少女 正亲密地拉着一名神色淡漠的青年 朝着山顶而去 正是南宫武与叶晨 不多时 两人便来到三元太真门的山门处 山门外站着两名守门弟子 此刻正在闲聊着 突然 他们耳中传来了一声女子的轻笑道 木头 你可要跟紧我 三元太真门不小 你万一走丢了 可是会遇到麻烦的 那两名弟子一愣 这声音他们有些熟悉 好像是 下一刻 他们朝着门前的山道看去 只见一名身着粉裙的少女 正朝着自己走来 一瞬间 这两名看门弟子都是陷入了近乎吃傻的状态 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名粉裙女子他们认识 可以说三元太真门乃至在整个百灵域 不认识这女子的人都不多 她正是三元太真门太上老祖的曾孙女 南宫武 可是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 一向清冷 向来与人保持距离的南宫武 此刻竟是极为亲近地牵着一名青年的手 这一幕 若是让宗门之人看到 估计会轰动整个三元台真门吧 那样子 那样子简直就像是南宫武喜欢 被他牵着的那名青年一般 真的是要疯了 夜神看着那山门处目光微闪 两人从呆滞的守门弟子身边穿过 突然南宫武停下了脚步 一时间那种清纯明媚的感觉 瞬间从他的身上消失 化为了冷淡强势 让他看向两名守门弟子 目光之中带了一丝警告道 我希望你们不要多罪 两人文言打了个机灵 连忙点头道 是 而后南宫武转过身 看向夜神 不得不说 女人变脸简直比翻书还快 刚才还无比冷淡的南宫武 一瞬间又变回了那个明媚的少女 有些小心地对夜神道 布桃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想瞒着别人 只是担心我们的关系 会给你惹来麻烦 实际上他不仅不想隐瞒 甚至想在所有人面前炫耀夜神的存在 夜神点点头道 我清楚 他倒是不担心什么麻烦 不过 在见到赤丰山和得到那丹药之前 夜神打算低调 南宫武甜甜地一笑道 这几天你就先住在我的住处吧 我替你办好入宗的手续 那两名守门弟子越听就越是惊悚 一向强势的南宫武 在这青年面前 简直就像个小女生一般 而且南宫武还说让他住进自己的住处 要知道 南宫武向来不喜欢与人亲近 一般的男子 就连是三元太真门的顶级才俊 想进入南宫武的住处 喝杯茶 都从来没有被允许过 现在直接让夜神住到自己的府邸之中 两人究竟亲近到了什么地步啊 两名守门弟子咽了口口水 一下子感觉身上沉重了 守着这种秘密 若是被发现了 他们可担不起责任 可又不敢拒绝南宫武 很快 夜神便跟随了南宫武 来到了一栋极为精美的阁楼之前 门中 走出来一名少女 长得也算是美貌 十六七岁的年纪 不过比这南宫武 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少女一见到南宫武 便是欣喜地笑道 小姐 你总算回来了 南宫武出去历练了这么长时间 她都担心了 不过很快 少女的笑容就是一僵 看向南宫武身后的青年 有些惊异不定地问道 小姐 这位公子是 她没想到 小姐会和一个男人走得这么近 南宫武转头对夜神笑道 她叫做小琴 是我的侍女 小琴 这位是 你叫她穆公子吧 是我在历练时遇到的朋友 往后又加入三元太真门 这几天 穆公子会住在我的府邸之中 木头这个称呼 是专属于她的 别人可不能叫 什么 小琴一下子惊呼了出来 小姐 你在开玩笑吗 让一个男人和我们一起住 南宫武文言 微微皱眉道 小琴 你想声一点 总之就这样了 还有 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说吧 她看向夜神道 木头 我先去见见脏爷爷 我的血脉进阶 脏爷爷可能会给我一些指点 说不定会待上几天的时间 这几天你就在这里住着吧 有什么需要 小琴会为你解决的 夜神点点头道 好 突然 南宫武俏脸有些红红的 犹豫了片刻 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小琴虽然漂亮 但 你可不能欺负她 若是被我发现了 我 小琴文言 大眼睛睁得更大了 定定地看着南宫武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能看到小姐这副模样 小姐竟然为了一个男人 吃自己的醋 小琴感觉自己的世界观 完全颠覆了 说实话 一直以来 都有不少杨真玉的才俊 追求小姐 可小姐致始至终 没有一点兴趣 小琴都认为 南宫武这一辈子 很可能 不会真正地 爱上任何男人了 可现在 却看到了 南宫武吃醋的一幕 她无比震惊地 看向叶辰 这青年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把小姐 迷成了这个样子 长相 倒是挺不错的 只是从气息来看 这青年不过是一名 补天七层天的存在罢了 这样的青年 小姐究竟 看上了他什么呢 叶辰文言 微笑道 不会 而且 如果非要欺负 我愿意欺负你 南宫武文言 翘脸瞬间红了 她故作骄傲地 冷哼了一声道 你才欺负不了我呢 可那嘴角甜甜的笑容 任谁都能看出 她的心中是开心的 叶辰在小琴的带领下 进入了一间客房 这客房显然很少有人使用 极为整洁 叶辰可能是 第一个男性客人 小琴偷眼看着叶辰 心中虽然有很多疑惑 但却没有多嘴 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子 否则也不能跟在 南宫武身边这么久 不该自己管的事 她向来不会多嘴 叶辰看向了房间的地面 目光微闪 有些意外了 这客房之中 竟是有一道 鸿蒙巨灵镇 还是颇为高级的那种 能在一个房间之中 布下如此高等的 鸿蒙巨灵镇 杨真玉八门之一的底蕴 看来还是不容小觑的 一时间 她对于那杨真玉最强的四殿 也有些好奇了 若是屠胜大会 这四殿能抗衡地渊殿吗 转念一想 地渊殿的势力太大了 遍布四大玉 四殿合力 应该不是对手 小琴问道 布公子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叶辰道 没了 对了 有两件事我想问你 小琴道 公子请说 你可认识一个名为赤风山的人 赤风山 小琴有些意外了 这位穆公子难道和赤风山认识 他点点头道 自然认识 赤风山也算我们三元太真门的天才之一了 叶辰点点头道 听说他最近惹了麻烦 小琴闻言 美眸之中闪过一丝鄙夷之色道 是 他不过是因为机缘 有了不小的突破 便有些猥琐欲为了 哼 此人之前 还屡屡对小琴嗜好 结果却在外面挑戏其他女子 活该他倒霉 不过 这赤风山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哦 叶辰目光一闪道 怎么可以因祸得福 小琴道 其实三元太真门高层之所以动用大代价 保下了赤风山 也是这个原因 赤风山在被韩家祖母追杀之时 竟是军援巧合之下 唤醒了一枚当年在宗门试炼之地得到的上古剑柄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上古剑柄 竟是三元太真门一处封闭 秘境的钥匙 这秘境 实在万年前开启过一次 根据宗内记载 当时进入秘境之中的舞者 无一生还 高层们都以为 这秘境再也没有开启之日了 直到赤风山唤醒了这枚剑柄 所以高层才会付出大代价保住赤风山 因为他有可能 是唯一能够从这秘境之中 得到好处的弟子了 当然 前提是赤风山不死在这秘境之中